这是什么情况 张一宁热身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球拍竟不是自己用的主拍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当我要发球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主板跟备用板那板是一模一样 只有在板板上做旗号 我一看板板上一看是备用板 我回头就跟市长说 我最想我用的是备用板 市长说我市长说那个 你跟他说是打吧 你主板没合格 电话来说张一宁板不合格 当时我觉得完了 我当时真的觉得眼都发黑了 我说完了 因为我知道你拿那块板上你就要输 因为他那块板跟鞋底的一样 由于备用板已经很久没用 球拍海绵已经收缩的非常厉害 已经毫无弹性可言 就跟鞋底一样 这一幕发生在08年北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由国兵大魔王张一宁对战新加坡小将冯天威 在奥运会之前的亚洲杯 张一宁曾输给过冯天威 所以这场比赛张一宁显得格外重视 但比赛开始前却被告知了主板不合格 此时只能硬个头皮用备用板来比赛 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大魔王用鞋底是怎么比赛的 首局比赛 张一宁先稳稳地先把球打过去 一直和冯天威打相持防守为主 保证不失误 既能试探一下冯天威的临场发挥 也能测试一下这块鞋底一样的球拍 究竟能打到什么程度 也因此一直紧要助比分 张一宁也尝试了正手发力 但鞋底还是不给力 而冯天威对于备用板打过来的球也不适应 失误偏多 最后张一宁还是通过防守以13比11赢下首局 还是控制中间 我还不能让对方特别看出来你对这板特别不满意 喝啊这别扭 我就觉得 我一直不敌过这板 我想不能敌过不能敌过 因为谁都看不出来我这板不行 张一宁不能让对手看出来自己的鞋底球拍 来到第二局张一宁继续延续了上一局的打法 保持冷静打防守反击 找到绝对机会才发力 而小将冯天威面对到世界级名将张一宁突然打起了防守 也不敢随随辨别改变打法 两人继续你一分我一分的胶着 张一宁局莫连丢了四个局点 只要稍微一发力 鞋底球拍就开眼 最后冯天威以14比12扳回了一局 比赛来到第三局 张一宁已经习惯了这块鞋底球拍 开局照样拿到了3比0的优势 照着走势这局应该能稳稳拿下 不料鞋底球拍真的不给力 只要一转正手进攻发力就会失误 很快冯天威就把比分反超并率先拿到局点 就在冯天威满怀希望 以为自己能顺利拿下这局时 张一宁完美演绎什么叫大魔王 我拿世界冠军的时候 你还没出当呢 最后张一宁以14比12逆转赢下第三局 男师傅不发力 手感太好了 真的手感太好了 从正手去突破一下 折扣了 还是狗手发正手这边 还是压中间啊 冯天威如果不主动变成了 他会比较难受 你看 大魔王张一宁的实力有多恐怖 拿着鞋底球拍照样力压对手 中间更是把乒乓球都打坏了 小编对大魔王的实力也是敬佩不已 比赛来到第四局 鞋底球拍也已经打得得心应手了 开局取得了3比0的领先优势 落后的冯天威对于张一宁的防线一直久攻不下 就这样你攻不死我 我攻不死你的比拼基本功 两人持续一段时间后 张一宁把分差拉大到8比4 但冯天威顽强的将比分追到10平 好家伙这一下可把张一宁惹怒了 直接12比10拿下第四局 来到非常重要的第五局 也是张一宁的赛点局 冯天威再说的话就要收拾包袱了 所以他这局也是背水一战 打出变化紧紧咬住比分 来到赛点的张一宁也是着急了 为了就求直接把鞋底球拍都丢出去了 两人一直打得十分焦灼 实也拉不开分叉 一直焦灼到10平 就让冯天威 劈长线让他拉起来 然后跟他打相持 冯天威不变现 你看这局谁能赢真的不好说啊 不过最后还是大魔王张一宁捉住机会赢下了比赛 赢下比赛后 十字号指导和离孙指导紧绷的心也终于放松了下来 赛后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评论区指导 我们下一期再见